台灣剛剛在兩天前順利完成 政府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 台灣人民再次用手中神聖的選票向國際社會 展現對民主自由的堅定信念 民主與自由是台灣人民最寶貴的資產 是台灣的護國神山 也是台美兩國共享的核心價值 以及台美夥伴關係長期穩固的基礎 美國在我大選後立即發表祝賀聲明 並派遣重量級跨黨派代表來台 向我錦美琴表達祝賀充分展現 美國對台灣民主的強勁支持 凸顯台美緊密堅實的夥伴關係 對台灣意義中大 過去八年面對變化劇烈的世界情勢 第一,台灣堅定守護民主、捍衛和平 以穩健務實的方式 與美國在內的民主夥伴深化合作 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與信任 儘管中國持續以軍事及其他灰色地帶活動侵擾台灣 但台灣仍然能夠沉穩因應 與包括美國在內的理念相近夥伴共同合作 努力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 正如蔡英文總統一再強調 現在的台灣是世界的台灣 台灣未來在我和美琴副總統當選人的領導之下 會在蔡英文總統的基礎之上 持續捍衛台海和平穩定 也希望美國能夠持續支持台灣 深化台美在各領域的互利合作 並聯合民主夥伴 共同確保區域的和平與繁榮 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 這項倡議是象徵台灣經貿制度 符合國際高標準的重要里程碑 我們一定會繼續推動台灣貿易 進一步的與世界接軌 我們也期待台美之間的雙種渴水問題 能夠早日獲得解決 這不僅有利於台商多元化海外布局 也有助美國強化經濟韌性 為兩國人民創造更多經貿的利益